近年流行迷你版的伏克主機 SEGA 第一部迷你機 MEGA DRIVE MINI 終於都推出了 什麼你不知道SEGA 有推出過主機? 少年你真是太年輕了 就等我告訴你吧 SEGA 第一部家用遊戲機就叫做 SG-1000 在 1983 年推出 第二年就推出了 SG-1000 Mark II 機身更加鮮薄 85年 SEGA Mark III 就推出了 在市場上抗衡任天堂的紅白機 86年就推出了 Master System 其實就是 Mark III 的尾版主機 連遊戲卡帶及插槽都有改變 87年 MEGA DRIVE 就推出了 是 SEGA 第五部主機 當時就被香港人稱為世家五代 MEGA DRIVE 的尾版機 SEGA Genesis 在美國推出 是 SEGA 最成功最高銷量的主機 兩部機在全球累計總銷量去到 3075 萬部 94年 SEGA Saturn 推出改用了光碟 市場的對手就是 PlayStation SEGA 第七代主機 Dreamcast 就是 SEGA 最後一代家用遊戲主機 2001 年 1 月 SEGA 就宣布退出家用遊戲機的業務 之後就專注在遊戲軟件業務 今次推出的 MEGA DRIVE MINI 可以說是重溫到當年 SEGA 最輝煌的盛世 而且這部遊戲內置遊戲去到 42 款 誠意都幾足 MEGA DRIVE MINI 就設有亞洲版、日版和歐美版 香港的行貨就是亞洲版 介面有好多種語言 包括繁體中文 可以按照封面來選擇遊戲 就連卡帶的盒子都有 就等舊遊戲的粉絲來分享一下 首先它有 42 款遊戲 應該都是這麼多一部 歷代 MINI 的遊戲機裡面 它是收藏得最多遊戲的遊戲機 當中我比較喜歡的有超音鼠 米奇老鼠 還有另外一隻俄羅斯方塊 竟然就是這麼多年之後 終於有機會是可以合法地玩到俄羅斯方塊 比較有印象的遊戲 我會記得是大魔戒村 一來它的封面很漂亮之外 二來其實它玩的移植度 我也覺得不錯 三來就是這遊戲真的很難打 如果有機會 其實我都會再重新玩 不要說爆機 可能玩的關數會再多一些 另外有印象的都是一些忍者遊戲 一隻就是超級別人 還有一隻忍者遊戲 就是飛龍的忍者 為什麼會選擇玩SEGA的主機呢 我第一部玩的世界遊戲機是世界五代 那時候若摸1990年左右 當時世界五代若摸出了一年左右 其實當年那部機是爸爸買給我的 當時玩第一隻遊戲 就玩超音鼠 玩完SEGA五代之後 其實也有保持著玩其他的SEGA遊戲機 當中都包括了Saturn 還有GymCast 時至今時今日 雖然SEGA已經沒有出遊戲機 差不多二十年了 但是SEGA的遊戲 其實它也有在其他平台上推出的 SEGA的遊戲只要是高質素的 那我也是有繼續支持SEGA下去的 Alice 長大了之後 也都開始買回一些 昔日的SEGA主機和遊戲 那我有Master System 有SEGA五代 Saturn和GymCast 可以見到Alice有部份機不只有一部 會收集不同版本和周邊的機器 好像Mega Drive 2 SEGA CD 和32X等 最難找的 我想我會首推Mega Adapter Mega Adapter Mega Adapter 就是可以在Mega Drive 世間五代 可以玩Mark 3 遊戲的一個硬件 Alice 就說 買到這個Mega Adapter 是一個緣分 因為日本都找不到 但是就在幾年前在香港的遊戲店買到 當時亦都要千多元 那又有沒有些很難找到的遊戲呢 這一隻 世家Saturn的世家三四樂真劍遊戲 因為這一隻遊戲 都是可遇不可求的遊戲 因為它是世家官方的最後一隻遊戲 我記得好像買了五千多元 這隻遊戲 其實到這麼多年來 二十年來都沒什麼跌過價 為什麼會喜歡儲回舊遊戲呢 因為現在的新遊戲 包裝沒有舊遊戲的包裝這麼精美 因為以前 無論是盒子的包裝 有些用紙盒 有些用膠盒 他們本身的盒設計 都會畫得很漂亮 另外就是說明書 說明書亦都會很用心去做 其實兩位又為什麼這麼喜歡Segar呢 任天堂就是迪士尼樂園 有很多小朋友玩的東西 世家環球片場 遊戲會多元化一點 世家我喜歡的地方就是 世家有很多街機的東西 由世家五代的時代開始 有街機移植的東西 例如戰斧、格鬥三陽組 要講其實可以講很多很多很多 如果基本上那段時間你喜歡玩街機的話 你會是喜歡玩世家的 以前世家最興旺的年代 其實公司旗下有很多部門 幫他開發遊戲 例如AM2開發最頂尖科技的遊戲 當時有靈木魚在世家那裡 開發的遊戲都是最先進的 例如1992年左右 就已經有立體的賽車遊戲 Virtual Racing 後來有Virtual Fighter 即是靈木魚帶領到業界的潮流 雖然Sega主機都先後輸了給任天堂和PS 但他們都覺得不是一件壞事 其實我覺得那個年代 世家和Sony的競爭是很激烈的 但最後得益的就是各位玩家 的確有競爭才會有進步 多年來遊戲價都沒有被壟斷 才會有今天的發展 Sega絕對是功不可沒 作為社工我們公餘時間 在醫院支援一些受傷的年輕人 看到他們受傷入院的時候 那種浪漠那種失望 其實我們都會很相同 我做長者服務 可能我們會盡量的能力 去說一些我所見到的事實 或者我所見到的事實 讓他們知道 而不是單憑從單一的媒體裡 知道一些狹窄的訊息 我是社工 我是香港人 我是社工 我是香港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